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大型艺人类风云节目 大国文化 我是郭德纲 欢迎你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刚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在这个舞台上 铁打的刘刚流水的女主持 今天换到我了 对啊 因为刘刚是长年就死在这了 对对对 女主持两三期就换一个 对 感谢制作单位 她也是怕我腻你知道吗 要给你福利嘛 但是小枫来说太熟悉了 对 这一晃有个五六年没有看到她了 我们五六年没有在生活中见面了 但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您 真的呀 尤其是她的导航依然是郭老师的 对 每个坐我车的人听到了郭老师的声音传出来都 哇 很惊讶 但是气氛特别好 前方转弯 你转弯 不让你脑筋起转弯 我用你们俩背着 这还来了五个咱们的朋友 这都是老朋友 感谢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欢迎高丽文 大家好 名字是高丽文 我也是一位90后的演员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这几位老师显得更有文化 更聪明 因为我从小到大更多时间是在国外长大的 所以说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跟我一直站在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 欢迎丽文 欢迎丽文 接下来也是老朋友 我们欢迎观灵 大家好 感谢忙什么呢 最近也是忙着这个主持节目 第二就是我们家机关枪小朋友茁壮成长 看着他长大呢 他叫机关枪啊 欢迎丽文 今天好好加油 好 没问题 三位 这个小鲜肉是谁啊 宁桓宇 欢迎宁桓宇啊 宁桓宇不是小鲜肉了吗 他已经不是小鲜肉了 他是我们老朋友了都是 我问一下 这些无知少女是你带来的吗 对 还对 今天也欢迎你的到来 欢迎丽文 接下来我们欢迎纳威老师 我也有好久没看见你了 他是真有文化的人 纳威中国主持界了不起的人 我最近正忙着学习和考试 好 欢迎纳威老师 接下来我们欢迎陈希贝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希贝 你好 然后那个各位老师好 我是刚三 谢谢 有一个那个油面村 真的是你开的吗 对对对对 我刚想问的 好多人都觉得是我开的 好 那个你们可以去试试 报我的名字 当时拍别人了 行为 好吧 欢迎五位 都不十百人 欢迎 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中秋佳节 在这儿呢 我们代表大国文化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您现在收看的是三四位是大型意志中的节目大国文化 我们要感谢参加集团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播出 那么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刮好月圆 不知道你们以前看过我们的节目没有 看过 这是个好孩子啊 刚三 我们这题目难不难你觉得 就难的 不过也分你们赶上哪期了 有的时候确实很难 今天这期应该不难 今天这期你们大伙应该非常喜欢 我们聊一聊中秋佳节 八月十五月儿园嘛 为什么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呢 过去来说啊 拿一二三来说 中国古代说是梦中季 比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 老大的名字呢 中间是个梦 老二带个中 老三是季 包括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这三个月也是梦春 就是说春天的头一个月 中秋是秋天的第二个月 中秋就是原来叫中秋 过去来说呢 老百姓特别喜欢过中秋节 团圆嘛 皇家一般他不过中秋 为什么 他祭月拜月 他尊敬月 但是不拿着当节过 因为皇家认为自己是太阳 这天月亮太大 对自己不利 他们过冬至 因为从冬至这天望后 天越来越长 黑夜越来越短 他们认为自己打败了月亮 自己赢了 好天真啊 过去皇家 特别天真 所以团圆节 中秋节是老百姓才过的 是的 中秋团圆 说了这么半天 其实我们下面的题目 和古代的中秋节是有关系的 李小峰请出题 请问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A 汉代 B 唐代 C 宋代 为嘉宾请给出答案 3 2 1 请亮牌 丽文选择 李小峰选择的是B 关林也是B 然后这边欢迎 我们就陈西北 选的是C 西北选C 为什么要爱西北 我记得是 我在课本里学过说 虽然宋代的时候战乱比较多 但是老百姓 其实幸福指数挺高的 然后他们就 因为刚刚郭老师也说 其实在皇家也不过这个节 所以很多老百姓就过了这个节 然后从此以后就有了这个节 这是一个创作性的选手 就是湖边 他说的西湖指数很高 是指水不凉山 那老师 你作为他们当中德高望重的 又戴着眼镜 有斯文败类状态 你给他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要选B 说实话 我认为应该是A 为什么 这个说话可能有点不礼貌 就是因为中秋节 毕竟是汉民族的节日 汉民族那就最早应该是 有很多少数民族也过中秋节的 有吗 有 有 像什么洞族啊 什么苗族啊 都过中秋节 就是但是你要非想选汉代 是不是他也可以选汉代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刚刚开始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如果你愿意换的话 我就姑息你一次 可以 那老师换不换 你我相识十余年了 换 但是我要跟其他选手说 这是他自己换的 不是我们暗示什么 没有暗示 一点没有 我根本看不见 我就自己认为就是A的 对 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没有人暗示 是根本没有 暗示是不符合规则的 那当然 对 这是家宾自己的选择 太好了 好 我们的标准答案是 B 选B对了啊 你不能这么看我呀 我没看你 我看不见你 我比你眼睛还测 你刚才那什么赖着你 我说陈希贝点头呢 哎呀你这 他给我吃饭 我说行 关键大老师 你要换黑的时候 郭老师点头 我在旁边一直给你 我看你啊 我用你啊 中秋啊 始于糖 胜于送 但是那会儿开始 还不像现在似的 拿中秋节 就这么热闹 一块儿过 他一直到了 清朝 其实是从隋左右开始的 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 是隋文帝扬间 从那儿兴的 全国各地人都过来来赶考 赶不回去 所以大伙约定俗成似的 拿中秋节 当一个团圆的日子 所以说那么 恭喜你们三位 答对了 加分哦 恭喜恭喜 刚才刘刚说了这么句话 刘刚说的话 我又一直藏在心里 什么 他竟然说 好多少数民族也过中秋 在我印象中 你是一个不念书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但是我虽然不太念书 但是我喜欢出去旅行 我虽然喜欢去玩 你这些地方都去到了 云南跑的比较多 那我要问你啊 壮族有没有过中秋节 有 实际上应该是 壮族 苗族 壮族 歹族 梅族 满族 朝鲜族 二十多个民族都是过 你这样还有意思吗你 好吧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表演 了解一下我国 另一个少数民族 一族是怎么过中秋的 来 请欣赏 多参加 年轻人 下午 也很少 一族 海浦 深夜 大 多参加 听门 一族 对 八 东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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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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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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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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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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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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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 这道题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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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 咱们四个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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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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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四个